问题与讨论 2. 根据实验结果 判断水溶液的酸碱性和能否导电有何关系 只要水溶液呈现酸性或碱性 均可使灯泡发量具有导电性 3. 为何更换代测水溶液前 要先以蒸溜水冲洗碳棒 蒸溜水不含有导电的物质 用来冲洗碳棒上的溶液 可以避免不同药品溶液彼此混合 使代测溶液的导电性受到影响而产生误差